之外其实其他很好用的相关函数 像我刚刚讲这些 其实也都可以做出来 至于怎么做 因为我觉得 以目前这个来看 用Vero函数当然还是第一首选 而且最简单 当然如果你用刚刚讲的其他这几个函数 也做得出来 可是占不到便宜 可是什么地方可以占到便宜 至于这几个怎么用 其实我在 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做一些说明 各位可以自行再观看 如果用lookup其实也可以做出来 大家看一下index也可以 答案在这边 甚至可以配合一个函数叫match函数 match的话是找哪一列的位置 或者是说你用indirect offset Offset就是偏移 比如说你找到现在的位置 那要移动几栏几列 找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位置 把它抓过来 他会帮你用Offset Offset的顾名是偏移 跟你现在要你的位置相差几栏几栏 他就自动 可是这其实也不太人心话 为什么你还是算几栏几栏 的相对位置 所以 其实反而也不是那么方便 虽然可以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解决的办法 说千万还是不要拿石头杂志的脚 越简单越好 另外呢 其实能不能用VBA来解 其实也可以 index也可以 然后 我index还要配合什么chart函数 好像也占不到便宜 而且还用ASCII code 我刚 有些同学光看到这个头都晕了 然后 再来的话 VBA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有些时候 简单的事情 就不要把它复杂化 可是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 刚刚讲的这些函数 请各位另外再开启 另外的范例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 开启325这一题 我再取个例子 其他像这几个V2函数 这些 其实都可以用V2函数解决 没有问题 而且你工作上面很多地方用V1函数也没有问题 特别注意 最重要就是你要查询的栏是在第一栏 那就是可以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比如说像325这一题 人事分栏 人事资料分栏 那你就把它打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的话特别注意 它的需求是这样子 来源在B栏 B栏里面的资料就是1234 特别注意 1234 重向的四个 要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的横向四个 放过来之外 还要把帽后前面的东西删掉 帽后前面的东西删掉 1234 放在1234 这要怎么做 当然以这一题来看 你可以用V2函数吗 理论上应该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 实际上它没有办法借由像那个 查询的观念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一个栏 一栏 那问题 你要查 第一个问题 就找不到 叫LugarValue LugarValue 要找什么 没有 所以 这一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要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 把它Delete了 这个只是事意让你知道一下 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 你们待会开启这个题目之后 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1234 变成1234 它有点像是有规则性的 然后呢 这个纵向刚好1234 5678 有没有 5678 所以第1个 你可能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创造一个规则 就刚好这边是1234 5678 然后再配合一个函数叫Index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题来看 最 简单的函数 以这一题来看 应该是用Index 会是 这边所有函数里面 应该最简单 AvE函数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是办不到的 其次的话呢 你还可以用Index 这两个函数 可以帮你完成 那首先当然 我们要知道说Index 跟Index 到底怎么去使用 他到底呢 要跟我要什么参数 那我给他对的参数 他就给我 正确的结果 按确定 直接按确定好了 他要好几种组合 不过我们用预设的 他其实 会跟你要 三个资料 比那个VTAN就少一点 第一个的话 他会问你说什么 array array 顾名思义 array是什么 范围 意思就是说 你的资料来源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资料来源的范围在这里 从B2 到一直往下 到好像B33 我记得 刚好好像32个资料 B2到B 33 你就把这个范围给他 第1个 第2个的话 roll number roll number是哪一列 意思说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 column number 意思说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栏 其实跟各位讲 栏的话只有1 为什么因为这个只有一栏 没有第2栏 所以column一定是1而已 会变的话是什么 roll number 意思说如果你今天要抓这个的话 你就输入1就可以了 OK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你就是1 把这个选起来 然后Ctrl-Shield向下 来 B2到B33 或者你也可以 把它建立一个名称 按F3 这我就不演示了 然后column index 1 因为只有一栏 然后呢 第1个要哪一个呢 我就输入1就可以了 你会按确定 他会帮你什么 把这个资料直接带过来 所以特别需要 他直接是把这个资料帮你复制过来 那这个的话呢 当然就是 如果我们用图法链钢的 复制这个公式 贴过来的话 直接把roll number roll number 哪一列 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这个范围的第2列 打勾 那就是流洋盒 那一时类推 当然 再来的话应该会吧 这个就变3了 对 然后 按打勾 公号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了 我就不演示了 可是问题啊 你总不可能一直 负贴负贴 那你这个跟 图法链钢 没什么 所以最重要是什么 接下来 你需要怎么样 把 1234 有没有 这个规则的表格 下面的5678 把它变出来的话 一直到32吧 有没有 12一直到32 这个规则的表格呢 把它变出来的话 那你再把这个规则的公式 放到这边来 那你就可以做出来 OK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那我要怎么产生 1到32的表格 跟各位讲一下 刚刚有提过column 插入函数有没有 column在这里 COLUMN 按确定之后的话 直接按确定向右填满 4567 那如果我要1234的话 减掉的话 4 减3 对不对 打个勾 向右填满 1234不是出来 向下的话 还是1234 为什么我讲过了 column 他是 不会管 你在 哪一列的 他只管你在哪一栏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的 向右1234 向下的话 自动帮我加4的倍数 下一个的话 就加上4的倍数 不就5678 那再加这个是加4的一倍 加4的两倍 两倍的话就8嘛 所以变90 1112 有没有 再加12这边 13141516 所以他有个规则性 就4的几倍 4乘上 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当这一列 是乘上1 下一列乘上2 下一列乘上3 那不就1234一直往下 当然这一列是0 012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用过 有没有一个变数 我在旁边练习 插入函数 有没有 有一个变数叫做什么 Raw 如果这个函数的话 你可以向下填满的时候 他会自动加1 所以如果我把他怎么样 如果我这一列 假如说 因为我这一列不要加4的倍数 我就把这个 他现在在2 所以我把它减掉2 减完之后 记得先把它刮扶起来 刮扶起来之后 因为我现在 2减掉20 乘上4 打个勾 如果我向下填满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 他因为 第一次0 表示说 我第一次加0 他不就加了0 那就还是维持1234 可是如果我再下来一个加4 再加8 4的1倍 4的2倍 4的3倍 那加在一起 那不就变成我要的数字了吗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加个什么 加上什么 把Raw 小瓜阿虎 减掉2 记得 因为他是 先 乘除后加减 所以你要先减掉才能乘 乘上4 OK 看得懂意思吧 打勾之后 看看 有没有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向右 还是1234 向下 24 有没有 28 我们到32 这样子的话 那就得到我们要的这个数字表格了 所以如果我已经得到这个数字表格的话 那下一步不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的部分剪下来 再做什么呢 插入一个什么index 把这个公式放到哪里呢 它的road number 然后蓝之一蓝 范围的话呢 就是b2 Ctrl shift向下 然后记得 把这个b2到 b33 记得按f4 就蓝跟列都说 因为我们也会向右也会向下 这样子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向右 再向下 然后蓝宽悬起来 快速点两下 其中一条线 有没有发现 这个 刘洋和20 有没有 然后这个 丢过来 再来就是 什么 张洋 公号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资料呢 就瞬间 全部都自动 按照你要的顺序 就 帮我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1到 32 就变成 1到 32 1234 然后一直往这边方向 到32 那主要 背后就是用index 就可以完成 所以index 有点像 我从那边的资料 帮你把资料抓过来而已 有没有 所以你要给他三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哪一个范围 他意思说 你要告诉我 你要抓的范围在哪里 在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哪一列 跟哪一栏 那我就帮你把那个范围 那个你指的那个 储存格的资料呢 就帮你把它复制资料到你现在储存格的位置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 但是这一题 还没完成 还有什么呢 冒号前面的东西 要去掉 那冒号的东西要怎么去掉比较快 如果你想说老师用资料剖析吗 没有啦 因为 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公式 所以你要资料剖析也没办法 除非你贴上只有值 他才能 但问题你又有点像做半套的 你 已经到这里 你为什么不全部都 用公式来完成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其实可以用什么公式 想想看 像如果直觉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可以fine 用fine函数 找这个冒号的位置加1 然后把后面全部 留下来 前面的部分删掉 看问题 fine好像 好像还要做一个fine 加一个mid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想想看 其实我想了很多种方法 最后发现 单单用mid就够了 然后呢 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最简单 因为 它刚好上面的栏位名称 刚好跟这边的 有没有 一模一样 所以 只要算它几个字 再加 这个字的下一个字 所以其实加 它的长度加2就可以了 然后把后面这些东西留下来 前面不要 是最简单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步 先把资料带过来 然后 我们主要用了三个函数 column 跟roll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column跟roll 蛮好用的 如果你懂得 跟index或indirect搭配的话 其实 就可以做出 vid函数本来 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效果 OK 但是有些时候 像这种东西 反而有时候用VBA来写 会不会讲的简单一些 待会跟各位讲 OK 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